大家好 我是MyFrawletter的Kelly 今次會用梵高的明畫向日葵做主題 除了會用向日葵外 還會參照這幅畫的色調 用了其他花材做今次經典花藝作品 大家收到回來的花都可能在沉水中的狀態 記得盡快幫你伸花剪腳 養水 幾小時後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 記得看花材處理短片 首先介紹花材 第一種花會用向日葵 向日葵處理的時候只留一花葉就足夠了 你會見到花框上面會有很多毛毛 這些毛毛會容易令水比較混濁 所以要近一點換水和多一點補水 第二種花材會用到薄荷 薄荷上面的葉可以留起 第三種花材會用到地魚 地魚的枝徑非常有 有時會有截脂的情況 看到這樣我們剪掉它就可以了 第四種花材會用到康乃興 這隻康乃興是綠色 邊邊帶一點紅色 至於如何處理康乃興和如何幫康乃興 人手開花飯 可以看回以下連結或到IGTV看 第五種花材會用到BB草Green Bell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的葉子在這裡 我們盡量撕走它 有截脂的情況亦都是 剪掉它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會用到羊金菊 羊金菊的花材很小很多 可能會有時有打擊的情況 大家小心點 另外你看到它有很多的葉在它的分枝上 這些葉都要全部撕走它 最後我們會用到噴泉草 噴泉草度高度的時候 由這個葉頂開始度就可以了 我們今次特意會留兩至三花葉來做我們的作品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flower recipe 裏面就列明了大概每一枝花的長度 來做以下的arrangement 大家處理好花材之後 就可以將水都入花瓶裏面到大部分的位置 然後就用我們準備給你的營養粉 可以整包倒進去 然後拿一枝花攪一攪 用了營養粉之後可以隔日才幫鮮花 剪腳 換水和洗花瓶 到時就用第二包營養粉 就算沒有營養粉都建議大家每日幫鮮花 剪腳和換水 鮮花會保持得更好和長時間 首先將green bellBB草放在花瓶裏面 放在左右兩邊 有時看到很多分枝都可能會彎曲曲 如果不是太過份的話 其實我都會留起它們來用 因為待會有其他花菜夾在一起 就不會覺得它屈折得那麼厲害 然後放在一起 大叉叉放進去 充滿了一些位置 之後就會用我們的香藥葵 香藥葵總共有兩個長度 我們首先用短的兩支 放在花瓶的前面部分 左右兩邊 花頭向前面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我特意在香藥葵的下面 會有少許的BB草放在這裡 然後就擦右邊的一支 而最長的那支我放在花瓶後面 大概中間的位置那裡 花頭都是向前的 現在我就可以用我們的羊金菊 首先第一支的羊金菊 放在花瓶前面 兩支向日葵中間 插進去後可以剩下一點 第二支羊金菊 我會放在花瓶左邊扣後面部分 就是最長的那支向日葵旁邊 就像現在這樣 之後我們就會用康乃興 在梵高向日葵那幅畫 其實很多是青青綠綠的顏色 所以我們就特意選了比較特別的康乃興顏色 來配合今次的主題 而短那支會放在花瓶的右手邊 這兩支向日葵之間 輕輕向外散出來 少許就可以了 長那支會放在花瓶的左手邊 我向著花瓶的中心點插進去 它自然就會向外邊 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除了青綠的顏色 梵高這幅畫有很多陰影部分 都會用一些比較乳紅的顏色來做位置 為了配合我特意選了地魚來配合這個色調 我們的地魚像這個這樣 是屈折了 我其實插進去的時候 我會嘗試用其他花頂住它 等到它可以挺直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我才會剪走它 地魚我會放在花瓶的右手邊 康乃興的後邊位置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用薄荷了 其實這隻薄荷會散發出淡淡的薄荷香氣 在花瓶底部 對 水位位置的葉全部撕走 而這支薄荷也會放在剛剛地魚的旁邊 你看到花頭前面會向外撕出來 一個非常自然的效果就可以做到 最後我們會用噴泉草 首先我們用其中一支 就會放在右邊這兩支的向日葵之間 特意讓它的葉在這裡撕出來 我撕一撕前面這個陽金的位置 等到花頭盡量可以靠近花瓶邊 就會更加漂亮了 最後一支就會放在我左邊 最長的這支的康乃興旁邊 可以調整一下位置 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次這麼平衡的作品 其實插花並不太難 接著我們一步一步去做 最重要是享受當中的過程 如果大家在插花方面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做完之後記得拍一張照片 傳給我們或是聽我們 每個月最美的我們會送一盒花給它 下次見 拜拜